2月1号韩国瑜确定拿下立院龙头宝座后 人还在现场欢庆 突然电话来了 韩国瑜讲了30秒左右 电话另一头就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朱立伦不仅当下紧盯选举过程 选后第一时间子弟兵林涛也在脸书发文 写下这次国民党展现史上最强团结 未来党中央跟智库将与韩院长立院党团密切结合 朱系人马是番话被解读难道党魁之首将伸进立法院 毕竟当初韩国瑜被列为蓝营部分区第一 被认为与朱立伦党魁保卫战有所连结 更能顺势助攻侯友宜 尽管韩江当选院长副院长后不得担任政党职务 让朱稳坐主席之位 但他任期到2025年5月 期间没任何选举等同丧失筹码 如何维持主席微信成为难题 跟这个党团里面 党一定会希望有扮演一些角色 那朱立伦只是一个所谓的阳春党主席 而韩国瑜却是国民党在中华民国里面 这个最高民意机构的这样的一个代表 未来在国民党里面到底谁要代表国民党 中英有党中央的领导系统 那在立法院当然立法院的这个系统 我倒不说他是双引擎 让国家变得更好 初韩院长别忘了 蓝营还有政府总招傅昆奇 未来四年立法院将是政坛焦点 朱韩复是否真主导权 引发关注 中央跟智库跟立院党团 原本的三方平台运作就非常好 才刚选完不会有这种角力的问题 朱细先消毒但还没开议 一可预见蓝营各路山头 权力结构将优所转变 虽然将往前待会晨智凯中特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